看你對那件事重不重視 如果你對那件事重視,你當然會想到很多方法來做 其實你剛才說的事情,我們都談了大約有兩年,是不可以的 不如我問你,你想要有什麼強烈意見? 我叫人給你一些call call,好嗎? 就這樣,每天打來你那裡,好嗎?你想要有多少個市民? 我馬上叫他們打給你,現在有人看的 你快點打電話給邱騰文華吧 那些是warm call 來的,不是call call 你不會去employ 或者 deploy 人去打的 你是不是想收這些warm call? 真心誠意的 Hot call Hot call 你是Hot call 其實商經局去處理這個問題,一定做不到的 為什麼呢? 原因就是,因為你真的考慮商業和經濟的因素 其實大部分你們行事的方法就是 不怕一萬,只怕萬 有萬分之一的機會阻礙人做生意 或者是令人沒事做,你都不會做的 所以是文不對題的 你不是去幫助市民去獲得他的私隱保護 商經局不是做這件事的 商經局是令到那些人去破壞人的私隱的時候 不至於太離譜 所以是不對題的 如果你不是被大局做 我真的看不到你有機會成功 因為你一諮詢 慈訓者就說不行 我們生意不可以怎樣 我們在做事的那些人的失業怎樣 你做任何政策都會令到某些人的利益受損 你要平衡 是不是? 又有電話騙案 你不去處理這個問題 只會越來越差 我真的看不到 我剛才說到自己也沒有你負 現在 你花了這麼多錢去做智慧城市做這麼多事情 怎會解決這個問題 解決不了呢? 其實 局長不如這樣 我們簽一個約 你現在立刻做這件事 三年之後 即是三年之後 有人說 其實我買不到東西 我找不到工作做 我做生意的生意額低了 那就再想 因為你已經到了臨界點 你明白嗎? 現在你是要逆向去做 即是說 現在做個判斷 不要這麼多了 可能我邱騰華錯 梁國雄錯 郭佩帆錯 他們全部揹握 因為為什麼呢? 我們鼓吹的 但你都要做一個 因為我沒有你的權 即是整個立法會 back up 你 你都說 不敢 你不是吧? 即是我們全部都選不到 如果邱騰華說 我不撐 那選民就撐他 這是政治的過程 你明白嗎? 處理這些問題 你是要有魄力才行的 我們不是說 不跟你檢討的 一定有反彈 即是我認為 如果你再這樣 我就叫人給你Hot Call 大家聽著 再這樣就打給商經局 打給邱騰華 打給所有的政府部門 說我們不想有這樣的電話資料